好,来,我们进入第三课的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,我们是学square还有square root 然后square呢,这个字眼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时候 它是正方形 正方形的话呢,四边都一样 然后我们的square是x2 为什么呢,因为如果我的那个变长是x的话 它的area of a正方形,area of a square 就是这个 OK,so,cube呢,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学这个字,它代表的是那个正方体 然后我这边是x,这边是x,这边是x的话 我要找它的volume的话呢,就是x乘x乘x 所以它就是x power 3 所以我们说cube呢,就是 那个瓜色迪格 OK,瓜色迪格 然后它就是volume of a cube 一个正方体的体积 volume of a cube 然后如果我这边是1的话,1乘1乘1 然后就1,2,2乘2乘2,8,3,3乘3乘3,27,4,6,4,5,1,2,5,6,2,1,6,7,3,4,3 这样这一些号码就我有 6,4,1,2,5,2,1,6,3,4,3,5,1,2,7,2,9,1,000 这一些号码呢,它都有名字的 它这些名字我们叫它perfect cube OK,perfect cube 就好像我有1,4,9,16,25,36,49,64 这一些呢 我们叫做perfect square 然后这一个 18,27,64,125,21,6,3,4,3 这一些是perfect cube OK 然后就好像这一边 我2 power 3就是8 8就是perfect cube 然后how do you determine whether a number is a perfect cube so对于我们来说呢 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背 1 8 2 7 6 4 1 2 5 2 1 6 然后3 4 3 5 1 2 7 2 9 1000 然后你可以看到 64我们背了 有2 40没有 所以这个是perfect cube 这个不是 然后这个其实是4 power 3 OK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perfect cube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可是呢 有一些学生呢 他就没有背的话呢 如果题目他讲 你要用prime factorization的情况 他这边是用t diagram 8 8 64 428 然后22 22这样 然后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64除2 32除2 然后16 再除2 8 再除2 4 再除2 2 再除2 1 所以我的64呢 所以我的64呢 等于2 乘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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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一个1 pair 2 pair 3 pair 所以它其实是2乘2的三次方 所以它是4的三次方 OK 好 这个是课本里面呢 是第一个方法 他用tree diagram 第二个方法是这样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 你就用计算机 你直接计算机那边按square root64 然后它出来的是整数4的话呢 这样它就是perfect cube的 OK 然后240 它这一边就12乘20 1234122445224 所以它这一个是3乘2乘2乘2乘5 可是如果给我做的话呢 我用这一个2就120 然后2它就60 然后2它就30 然后2它就15 然后除3它就5 除5它就1 所以我的240呢 是2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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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乘5 你没有办法变成某个东西的cube 所以它不是perfect cube 同样的你在你的计算机那边 按qroot of 240 你自己拿你的计算机来按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到它出来的是6.2144 它不是整数 所以它不是perfect cube so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perfect cube 如果是abcd的话 很简单 你就直接按计算机 你就直接按计算机 然后如果它在paper2的时候 叫你做prime factorization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 如果abcd你不要按计算机 你被像我们被直接一眼看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就要用这样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到 的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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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颗